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山 你要出门吗 办点事 那需不需要我陪你 不用 那我等你一起晚饭吧 高山 你怎么了 相信我 我会处理好这一切的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有 那你早点回来好不好呀 那你早点回来好不好呀 哦 我知道 他有东西放在我哪儿我给他送过来 好 您好 快递 请问要寄什么 你叫他快递啊 高山叫的 奇怪 他说晚上才来 怎么这么快 那可能来早了吧 没事 他东西放哪儿我给他拿去 就在他房间桌子上 你让开 高山真的不在里面 你让开 你这是干吗啊姐 作员 你说什么事了 是吧 林伍 你在也一样 你来干什么 是要寄这个吗 好 你是来找高山的吗 你查监控不就是为了确定 高山妈妈有没有来过呢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就是啊 别装了 你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郑总 请你不要在这儿胡言乱语了 林伍 我以为你只是一个固执任性的小女孩 没想到你这么愚蠢 竟然怀疑自己父亲的人格 这实际上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怀疑她 唾弃她 辱骂她 但是你不能 因为你是她这实际上 最宠爱的女儿 她不舍得让你受半点委屈 可是你呢 你回馈给她的是什么 林伍 你太残忍了 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但我不能丢下高山她一个人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提高山 你知道你父亲只剩半条命了吗 你胡说 让我告诉你 你父亲有非常严重的心脏病 恭喜你啊 林伍 目的快要达成了 以后可以不用再见到她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我昨天回家的时候她还好好的 秦盛盛怎么可能会死啊 她是秦盛盛 你知道 她昨天晚上为什么半途离开 因为病痛 得到这个地步 她依然不愿意在你面前 诊识她脆弱的一面 只想把她见不可缺的一面留给你 看来 她做得不错 那现在在哪 你还关心她的死亡吗 你告诉我 得福接受 林伍 我不相信你 我要确保秦董的安全 好 那就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